休林乡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提供方便的筛剂 让长者都能方便检测 立委孔文吉一行人 2号是前往了休林乡境内的文件站 准备了拓一块筛试剂 致证给长者们 希望他们都能够共同做好防疫的工作 由于休林乡疫情相当的严重 乡境内的村民们 有5位乡亲 就有一位确诊者 比例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长期关心远乡健康安全的立委孔文吉 2号一早就来到休林乡境内 各个文化健康站 来自证拓一块筛试剂给部落长者们 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快乐 那今天特别是来到我们的休林乡嘉湾村 我知道我们现在原住民的部落 最欠缺快筛剂 所以我就想说来关心 我们休林乡的文件站 因为他们是最需要的 再加上我们休林乡是全国原住民乡镇 好像确诊率是最高的 所以我就带了差不多快筛剂 这个来送到我们休林乡这里 那我希望我们的族人 这段期间还是要注意防疫工作 要戴口罩要勤洗手 这个尽量喷消毒水 扫出门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来关心我们的休林乡 这样的原住民的我们的健康 教官文化健康站计划主持人曾修连表示 向来感谢利用孔文奇 自然给长者们最好使用的筛剂 这是相当的谢谢 托衣真的最近 因为我们都塞鼻孔 塞到老人 彼此都已经过敏了 然后都不太舒服 要不然塞一塞都会一直咳嗽 可能就怕也是塞不进去 那今天有这样 我严重这样托衣的话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也不太好买到 比如我们这些部落来说 真的不太好买到 也不多 也不多 不过这对我们老人来说 真的是一大福利 对因为也是托衣的 然后我们会好好使用 这些委员 谢谢 紧接着利用孔文奇 服务团队一行人 则是赶往三座文化健康站 来制证长者们 计划主持人 郭美雀和博男士们 是相当的开心 来自台北的孔文奇 特地来关心长者们健康 最近我们好不好买 不好买 都在等 等以后我们也等不到 谢谢我们的孔立委 他照顾我们三座文件站 一行一行 好 值得 加油 加油 就加油 加油 立委孔杰表示 修罗云乡疫情相当严重 虽然她在台北 满影立法院的事务 不过关心部落 地方建设和各项事务 可以说是相当认真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捐赠 做一世纪 共同来守护原乡主人们健康 三座文件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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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的 弓着领衡 羊娶不動 työ 与